1946年8月6日,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,首次提出中间地带理论。 所谓中间地带,是指在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,分布着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,半殖民地国家。 毛泽东在对二战结束后国际格局进行客观分析时,既注重美苏对峙这个核心内容,又突出了中国因重视美苏之间中间地带的存在。 他深切同情和关注世界上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,要求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事物的垄断,让中国、欧洲、日本和第三世界在国际事物中发挥更大作用。